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台海局勢持續緊張 大陸方面頻頻有所動作 只不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霍士新聞的一次訪問當中 向台灣大派定心軟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就是台灣雙十節 大陸的中央電視台發佈了一段長達六分多鐘的軍事演習片段 根據片段顯示 解放軍的陸軍兩棲部隊 近日在東部海域展開了一場多兵種的 聯合立體渡海登陸演練 名字就夠架細糖 搞哪科 目的就是為了著力提升部隊的立體攻防 全域突擊的登陸作戰能力 而且今次的軍事演習 就是首度在夜間進行的登島特集演練 明顯地就是要劍指台灣 而且又在雙十這麼關鍵的日子 發佈這些軍演片段 無非就是想以軍事壓力 對台灣當局 造成一種心理威脅 亦即是胡錫進經常所說的震懾台灣 在昨晚 福建省的 張宗古雷港經濟開發區管委會 發佈了一張禁航通告 這張通告裏指出 解放軍將會在這個月的 13日至17日 在古雷半島東側 海域進行實彈射擊演練 在境界區域裏面的漁船和所有人員 必須在12日的下午3點前 完全撤離 實際這個古雷半島是在哪裏 其實距離金門 大概就是 七十多公里左右 100公里都不夠的範圍內 做實彈射擊演習 軍事威脅可以說是越迫越迫 到底大陸這一連串的舉動 能不能夠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就這樣來解讀 他就說 蔡英文的雙十講話 涉及兩岸的內容 就是近年口氣最遠的一次 這樣的表態明顯就是 少了以往的囂張 老虎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原因 就很簡單 是大陸近來動真格的軍事鬥爭準備 使得一貫放肆挑釁大陸的蔡英文當局 感受得到他們真是可能會 遭到戰爭懲罰的嚴重性 他說這些人 敬酒不喝就喝罰酒 大陸對台必須要保持強大 而且隨時可能激發的軍事壓力 才能夠鎮住他們 等他們收斂 胡錫進認為這些軍演是有效的 使得蔡英文都收斂了 你這樣說的時候 台灣的陸委會當然反駁 於是兩邊 又打嘴炮 吵起上來 吵架 好了 台灣的陸委會方面 怎麼駁斥胡錫進呢 人家就說 你這樣的說法 就是阻礙兩岸之間可能的善意互動 而且還刻意製造兩岸的對立衝突 批評胡錫進你居心可測 最後陸委會還呼籲大陸方面要約束好這班官媒 不要再令有一種親痛愁快的妄言妄行出現 胡錫進聽完之後又反擊別人 實情不要聽他反擊那些東西 你這麼多話說 不如回應一下 網上正在流傳一張照片 照片顯示 胡錫進的前方 有兩名男女的青年 就站在這裏 據報這張照片在加拿大某個機場拍攝 到底那個男的和女的青年 分別是什麼人 網上就指出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女兒 站在最前的就是他的兒子 但是胡錫進已經澄清過 說他沒有兒子 但是既然在這張照片裏有胡錫進份 照計他是認識那些人才會跟他合照 難道是他的粉絲嗎 而且胡錫進 在那張照片裏的表情 就真的收起了一貫 就是囂張的態度 就真的收斂了 到底他跟哪些人拍照呢 那些是什麼人來的 不如你胡錫進解答一下 你可以跟人說那個不是你的兒子 你最緊要說就可以了 你貼上照片 最好在微博 在Facebook那裏傳來傳去 別人冤禮你就不要了 你最好自己解答 哎呀 經常反駁陸委會 別人 陸委會支持你 你就反駁他 Facebook那麼多人支持你 你也反駁他 哎呀 好了 聽聽胡錫進怎麼反駁陸委會 他就說 要譴責台灣方面的陸委會 對他發表言論的干預 哎呀真厲害 人家有權干預你的言論嗎 哈 別人批評你回頭 你不能罵 只有你罵人 啊真厲害 你這些邏輯 還有 請台灣的陸委會 不要用官媒這頂帽子 試圖堵住環球時報 以及老虎 他本人那把嘴 他們是有權利就著台海事務做出評論 反映大陸方面的民意 表達出大陸社會反對台獨的堅定態度 就請台灣當局要自重 首先他就說人家陸委會扣他帽子 官媒啊 一向是一個客觀描述來的 官媒就是官方 所扮的媒體 難道環球時報不是官辦的 是民辦的 這樣就真是不知道了 你最好澄清一下 你如果說人家扣你帽子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用在哪些的情境 即是你本身都不是那樣東西 但是人家就硬握了給你的頭上 這些才叫扣帽子 你本身是官媒人家用官媒來形容你 怎算扣帽子 而且官媒都沒有說不可以發聲 胡錫進起了降不知道做什麼 你有權去評論台灣事務 台灣當局也是有權評論你 即是等於中國的駐外機構 經常都發聲 但是你也要給別人有發聲的空間 不是只有你發 胡錫進在講完這麼多話之後 其實都很應該對網民有個交代 就是講一下到底那張合照 那兩名的青年男女 的身份是什麼 不要只是在這裡 從別人來吵架你 Facebook那裏傳來傳去 有幾千人來分享 那張照片 然後再講一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到底怎麼看台灣這個局勢 蓬佩奧在出席節目的時候提到 台灣是美中的一個衝突點 而美國政府不想和中國爆發衝突 但是都會確保所有對台灣的承諾得到實踐 因此美國一直都很努力 確保美中之間就著台灣問題的認知 是能夠獲得實行 包括就是 依據台灣關係法 繼續對台進行軍售 以及 由美軍確保 台灣和周邊的海域的航行自由 等等 他這番說話 其實就等同於對台灣派了定心院 而且也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第二次 來到去 展述這個立場 對上一次就是幾天之前 都說得很露骨下 因為大陸方面其實一直都很忌諱 一件事就是 當大陸要實施武統台灣的時候 到底美國的取態是怎樣 現在大陸方面 就應該是有了一個明確的答案 至於為何 為何蓬佩奧在短短幾天之內 會兩次表達這個 立場 可能 美國方面 對大陸的行為 有所警覺 頻頻進行這些軍事演習 到底會不會最後 正如胡錫進所說的動真格呢 最後我們就看看兩份民意調查結果 不是美國大選 這個就是由台灣的軟建雜誌所做的 他們的問題就是 如果兩岸真是爆發軍事衝突的時候 到底台灣的民眾希望得到一個什麼的結果呢 有54%的人就希望 能夠和中國方面進行和平的談判 至於 期望美國介入的 有22.3% 認為應該不計代價勇於應戰的 只有16.5% 認為應該投降的 只有0.8% 一個百分之都不夠 對於兩岸的軍事衝突的結果 兩成半的人認為中國會贏 只有一成半的人認為台灣會贏 兩敗俱傷就有4.9% 如果是最後走上和談之路的 就有44.8% 即是主和都是多過主戰派 我們再看另一份民意調查 就是由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 結果顯示有49%的人 對國軍有效防衛台灣的能力感到有信心 45%的人就說沒有信心 至於 美軍會不會協防台灣 有6%的人認為是會的 所以現在蓬佩奧再說這番說話之後 相信比率又會上升了 但是看來台灣人對於中台軍事衝突 信心就不是很強的 49%對45% 大約是一半半左右 我認為由於這些情況 是牽涉到台灣人的撤身安全問題 所以在表態上 相對保守也不奇怪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